為什麼台鐵 你因為普悠瑪事件 賴清德下台你上台 然後你上台之後報告沒有 然後現在台鐵的局長 在1月15號退休了之後 到現在4月2號沒有 還是交通部政務次長做代理 你不怪啊 台鐵大家講說 激情成多很多的弊案重生 甚至於很多的漏食 那為什麼 局長到現在沒有 那沒有你要去找什麼人 而且你還在講 你說局長沒有 要下台的局長還做了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台鐵我們都講說 幾年十年問題上台很大 說沒賺錢 說沒賺錢 這個局長要卸任的時候 你知道他做了一個什麼事情 他出書 歌功頌德 結果這一個書 一套四本 叫做什麼 一張通往改變的車票 結果耗資多少 八百八十四萬 那不是他自己出的 那是公堂 那是公堂 人家說我拿那個時候而已 可能會有這一個書籍的書商 來給我採訪 然後來出書 結果他還沒有卸任的時候 就出了這一套四本的書 叫做一張通往改變的車票 前任局長卸任前花了八百八十四萬 出了這一套書 變成說 你這是在 裡面有一本 第三策 項規學跳舞 這是在說什麼 這就是在說張 這一個張局長 說他自己 說他自己 好啦 有的人就給他算 你四本 如果一本的時候 兩百二十一萬 結果人家在比 交通部長林佳龍出了一本 交通彩繪家 決標金額多少錢 三十三萬 你這本 你台鐵局長出的 一本比部長的 多二十六倍 你都在歌功頌德 然後你必案也沒有解決 然後你問題也沒有解決 然後耍力士都在做這些大內宣 甚至於你做大內宣也沒有關係 連環島的那個列車 這是好意喔 結果環島的列車 你開了那麼多錢 結果又跟人家說 只有一個本壽那個按鈕 旁邊牙克力兩三個 人家說你們多辭一局 你又成立什麼 美學團隊 美學專家 這一些美學專家 還自己都在承包這一些標案 你會覺得說 求援線裁判 對啊 你讓人家會感覺到 講說你的美學在哪裡 好 來問一下理事長 那到底經過了普悠瑪事件之後 我們內部該改革的有沒有改革 那是說人力太緊了 所以有疲勞降使的問題 又說排班的問題 又說機械老舊的問題 又說維護的問題 那有改還是沒改 兩年前啊 普悠瑪 我在現場 我也上節目 上一個禮拜 結果我們看到的就是人事精簡 有些事情啊 不是說機器就能夠幫 這種交通的事情能解決 就剛好我們看那個畫面 在順向坡啊 那是一個順向坡啊 你沒有主人器啊 我們火車一般停留的時候 旁邊都會塞主人器啊 沒有人看管 你現在講的是這一次的事情嗎 對啊 所以你剛剛看那個畫面 順向坡 順向坡嘛 因為它把它削平嘛 你看到它為什麼會滑下來 那就是順向了 對 它停的位置不當 不當那如果沒有辦法不當的時候 你至少有補助器材 一個主人器 插在輪子上面 它就不會動 沒有做 然後鐵路局 你本身的 監辦單位 有沒有到現場去看 百年大業的這個鐵路人員 碰到這種事情太多了 那是不是人力不夠 我們的人力是不是精簡到已經 已經不夠了 而且經驗斷層 現在我退休差不多七年 我退休兩年的時候 我進去我們鐵路的時候 一半以上不認識我 因為他一次進 進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 一次退 退了一半的人 所以那個經驗傳承 不是一兩年你就能夠了解的 那像以前我們將近有三萬人 現在減成一萬多人 你本來三萬人減成一萬多人 對啊 就精簡 他說用機器可以代替人力 但是經驗是沒有辦法 像我看其他有的單位的時候 對不對 算是四班制 日夜休一個待命 他待命那個班就是要訓練 我們沒有 我們人力就是不夠 他認為說你們閒在那邊沒事幹 其實養兵千日用在意思 經驗的傳承就是 老師傅帶著學生 一步一步的帶 那就是老的退很快 年輕人 這麼不起來 這個狀況在上次普悠馬號 其實是非常明顯 為什麼 你會發現到司機跟調度員 還有裡面調度士裡面幫忙協助的人 他們的語言倒不起來 你知道嗎 他在說你關那個 他去給你看那個 所以他剛剛講到那個經驗的事情 經驗傳承 說真的這是一個 第二個我一定也知道交通 你知道嗎 我們跟台鐵每次在 因為每次他如果出事 你知道嗎 台鐵都跟我說 你們做記者不要每次說 我們台鐵撞到東西 為什麼 他都講說 我的鐵櫃就是這樣而已 我怎麼可能找到辦的地方 可是我給各位看 台鐵的內部報告 你知道其實一般來講 他的事故是這樣 像一般你要嘛就是行車事故 要嘛就是公安事故 這個兩個其實是台鐵出事最多的 台鐵的內部報告 你知道一月份的時候 台鐵的事故有多少你知道嗎 這一次有出事 光是行車事故 理事長都知道 這內部你們自己這裡有的 所以這個是一般媒體 沒辦法看到的 你看看就知道 一月份 我想講今年一月份 他現在有撞到人的 有車子 有人撞到人 四起 可是有行車異常的部分 在下面這裡 你知道多少起嗎 七十三起 七十三起 這裡面有斷電的 車發不動的 或是理事長在這邊找 好其實你在報告裡面 你會發現到真的非常多 你知道嗎 你有材料出輸 我現在一個一個 說不定給大家看 你有材料出輸說你好棒棒 你請問一下 你要把這個事故出輸一下嗎 當然你可能會覺得說 行車異常我們會處理掉 但問題是有很多那個什麼 莫名其妙當機的 沒電力的 人家會質疑說 要嘛你到班沒有處理好 要嘛就是你機物這些 你們平常是有疏於保養 這是第一個 我講行車事故 一般來講很多人就知道 這就意外沒辦法 可是我們另外剛剛提到公安 公安就真的是 來我們來看觀光今年 不算今天這一集 這一集也是公安事故 觀光今年我們來看 1月18號潮州一死 1月20號台南市新市火車站 也發生事故 來2月23號也有兩個人身亡 這公光是今年耶 其實這個我相信理事長 一定更有感觸 為什麼他剛才說 我理論上來講 我的盜班我不管我在巡 或者盜班就他們在巡邏的 他有在巡還是怎樣 他應該要通報 所以通報的機制 不是通報你現在巡守的 巡的這些人你知道嗎 你輸機也要跟通報 你調度也都要知道 但問題是你看這幾個 他造成的其實都是 他們自己的內部人員的身亡 這裡面有比較難過嗎 譬如說你看 台體弄死自己的人 對啊 你現在看 譬如說2021年2月23號那案 海端站 海端站在進行路線訓練的 電力維修車去弄到 進行維修的三個盜班 自己的車弄到自己的人 你不會覺得很難過嗎 自己的車弄到自己的人為什麼 就表示他已經不知道 他在那個地方維修嗎 他就是這樣 你再看這個 台鐵高雄運務段 這個是1月18號潮州的 現在講的都不是行車事故 我現在講不是行車事故 行車事故你可以跟我講說 我鐵機路就是這樣而已 你不要把我撞 我把我撞到你 你看這個 一個吊車工 吊車工應該吊渡 他在潮州車站要進行車段 進行車廂更換吊車作業時 不慎被夾在兩個車廂中間 你想說他有看到自己 把兩個車廂拉過來嗎 所以你表示說 他可能在操作的人很多 不知道說 我這裡有人在施工 我就報給你一個無線電 或是給你什麼 給你自己去通報 但問題是 你要通報上 我告訴你 天候狀況有什麼 他如果接收不清楚 根本沒辦法 你看他1月20號的時候 新式火車站 兩個混凝土灌漿工程 你可以講說 他是在灌漿的作業當中 但問題是 他碰觸到高壓電線 如果說真的 你今天都會知道講說 因為廉價 可能因為人太多 所以我這個工程要施工暫停 你現在在那邊施工 你不知道高壓電線有危險嗎 你會跟我說 車沒電不走 但問題 這個是不是公安違法 所以我跟你講 你回到今天的這件事情 我剛剛為什麼說 你從一開始 這家公司有沒有能力 有沒有資格 把車派到那邊施工 就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從過去到現在 大家會質疑 剛才你事長也說 你也沒有編播 都沒有什麼 你台鐵即使今天 我今天聽到有人出來講 說這如果有問題 是施工單位要負責 你憑什麼主機 叫施工單位負責 你今天是發包的單位 你本身沒有督導的責任 你沒有要負責監工 你沒有要派人去看 你只打一句說 沒有 我們已經告訴他們 高通不說他們會求償 這樣 你跟他說一句說 我有要求他停工 他停工他在裡面 沒有坐 你都沒辦法 都沒問題 今天這幾事故 大家可以過去看 從過去到現在為止 台鐵事故 這一次死傷真的人最多 為什麼 以前最多是什麼 最多就是人 車去撞到客運 或是撞到遊覽車 因為他可能在平交道 去撞到 所以造成是客運上面的人 死傷多 我們看到最多的事故之類 不然就是火車自己翻過 這個也有 但問題是到今天為止 今天為什麼剛剛講到 搶救那麼困難 因為很簡單 這個隧道 理事長很熟悉 它是單向隧道 單向隧道意思是 你知道嗎 我們如果是雙向隧道 你還有空間 我可以撞機具下去 但問題是沒有 它是單向 單向意思是鐵櫃 所以現在撞下去 你想看 我現在通道就這麼多而已 我現在撞下去 現在好像擠罐頭 你知道嗎 東西撞下去 在裡面是擠啊 都在裡面 你沒有東西把大型機具 沒有空間大型機具進去 你今天再不搶救 說真的 人跟鐵現在加在裡面 他只能想辦法把這個切割 他已經把它拖拖出來 這件事情 台鐵到今天 現在的反應 最少到目前錄影為止 那麼輕鬆的講一句說 我們就沒有 我們就跟他撞場 不是跟他撞場 現在多少家庭為止這個 現在很多人 是一個家庭都在車裡面 台鐵的公安事故還少嗎 我們公安 今年就看到三起 我們再來看過去 其實那真的是 坐到什麼 2014我們講的是比較重大的 不是自己人撞自己人 火車撞死兩個巡鬼公 巡鬼公就是自己人 2006年 2006年北迴縣的花蓮 從德火車站五死 當時撞的也是自己的 軌道電路維修人員 撞的是他們自己的 倒班工和電務工 那都自己人 弄死自己人 那不是有所謂的 道路瞭望員嗎 我想觀眾朋友可能搞不清楚 台鐵裡頭哪些編制 但是據說 對公安有個非常重要的 安全人員 叫做道路瞭望員 我們現在還有這樣的編制嗎 不是嗎 現在一般來講的話 就從那個 我們鐵軌上面這個 倒班工在巡這個鐵軌的 以前都是派人力 去一步一步的走 去巡 現在不是坐在車上 甚至於坐高級列車 十幾個都會 所以現在的倒班 瞭望員是坐在辦公室裡面 算得到 瞭望員現在可能就 我是目前是不知道 他們的作業 因為不同單位 但是一般照理講的話 如果有工程要做的話 前後都是要有人 要人都要帶無線電 要聯絡 甚至於要封鎖這條路線 所以應該都是很安全的 那就是可能便宜行事 可能兩個變成一個 反正都知道說 這個車子都是從 你的右手邊來 那我就拍一個右手 右手邊不要 然後左手邊 這個人就休息了 但是突發狀況的時候 有時候聯繫不周 或是有緊急狀況 那邊車子又來呢 那又出事 所以韓氏沒有落實的很好 隊長 那個其實這個問題 我觀察了很久 其實國內現在很多 重大災害發生 我們消防搶救人員到現場 其實都是等於一個 附屬單位 為什麼 附屬單位 對啊 因為像這次交通事故 交通部主導啊 還有交通大方案 他們來啊 他們第一個動作是 你們消防隊你們 反正你們都會到 他們第一個高層的 就找什麼 找包商 找這些來包商怎麼樣來 哪裡種大型機具 哪裡吊車來 他們去搞這個 他們不是在真正搶救人命 所以我剛才一直在講 我們的救災制度要改 不能再讓他們這些人 就是坐在那邊 這裏發生的時候 反正你消防單位 你救災單 你們自己會去 我就趕快聯絡 你也可以當 吊車幾棟的什麼來 我就講那個基隆河那個飛機啊 基隆河飛機 對那個 附近阿公掉下去啊 那個只有12噸的飛機 派了兩部 500噸吊車去吊 你不是很好玩嗎 那個衣動飛機斷三節 一個飛機 整架飛機只有12噸 結果在基隆河 為了要500噸的吊車去兩部 把水門打掉 其實那個啊 P300的腳踏車 就可以吊起來 我現在講的 這不是開玩笑 交通部今天 我們要讓交通部檢討是 你們重大災在華盛的時候 不要只找包艙 來趕快消耗預算 要真正的搶救輪迫